還有韓撞憲都會發生這些問題 那麼最大問題從簡單的來講是說 假設他自己都跟他是1加1等於2 明天自己辦也許是這樣子 那現在捷運要進來變成1加1加1不是3 而是2.7 2.5 那當然引來很多的發達 很多的反對 那個在以前的那個專案小組我也提過 那變成說你應該是如果是說可以到一瓶換一瓶的這個原則下 那個容積會去算去爭取 因為這是同案 本來容積也是在我們都委會要審 那現在為什麼不敢審 因為你市府其他那些那麼多的那些在沒有一致的原則 那將來亂的套 那這個東西就是變成要比較高層去做一個整體的決策 那這一點我是建議說應該是快一點 沒有的話今天這個如果我們趕快過去 那卡在那邊將來還是卡住了 所以那個容積當然今天也許可以先過 但是變成互代的就是說要請趕快去決定那個 未來的這個給予的容積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則 那這樣的一情形沒有的話真的提到大會還是卡住了 還是卡住了 那所以我是建議說今天這個如果可以 那已經都是最小極限了那就先過 那麼容積的問題也趕快 那個捷運局跟發展局這邊趕快透過你們局長去跟高層的裡面下去做學 要一個政策性的才是下來那這個才能夠一直做下去 因為卡在一年多我看也是容積一直卡住了 所以就沒辦法 我想那個時間已經超過三個小時 那個也謝謝各位的耐心 主席大家組織也不太好 那個這邊大概簡單這樣說了 因為我們我剛剛也其實也詢問幾位委員 還有我們那個執行秘書 今天我們事實上是有一個有一個那個 deadline的一個限制 明年年底如果要動工 所以說我們有這樣子一個時間的急迫性 大概也不允許 我們我們再一直拖延下去 那當然這裡面大概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第一個剛剛那個我們政委員大概提到 可能要請那個捷運局跟督發局 我們找師傅先救 剛剛講上線已經知道就是兩倍 但是對項目還是有一些意見 這部分應該是要溝通的更清楚 然後呢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再到地方去做一次說明 因為我們今天提的這東西 我想在座今天來的這個相信大家知道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那我們趕快再去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我們現在用這樣子一個方式 然後我們也考慮到了未來的 他們再去做一些改變的彈性 不會就把它限死了 那我們這些東西說好之後 我想到大會才不會再勞架 我們就相信又通通來一次 然後再來表達一次 我覺得這樣子就會比較辛苦 那這個時間我想我們這邊盡量佩服 盡量佩服就是說你們能夠盡快 那剛剛講到就是我們府內的一個協調 還有就是我們到地方 再把我們這樣一個想法能夠說得更清楚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再把整案子就送到大會去 我想這樣處理 我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那個 等到這個市府包含局跟監獄局協調 然後同樣的監獄局到當地來舉名說明溝通以後 然後把書面資料送來 我們馬上又召開這個專案小組 然後經過這個過濾以後 然後順利的話我們就可以替他回應 我想這樣處理 好 這樣處理我想會比較周延啊 我想那個我們相信等到現在 應該也希望就是說能夠再 再有更清楚的一個說明 因為剛剛他們也問了 這些東西他們有沒有機會在哪裡看到 像民眾公民就是用最小用力的範圍去說明 我們今天大概討論下來 應該就這樣子一個做法 然後他們的疑慮啊 我想我想就是說 對 讓他們有一個了解 那這樣子的話 好 我們府內協調好了 然後我們去說明 說明完以後 書面的東西 我們就盡快來召開我們 最後一次 我希望是最後一次 我們專案審查 然後就送大會 不要耽誤時間 那這樣子一個處理 我不知道各位委員 好 這樣可以 好 那如果 這樣子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超過了三個小時 謝謝 我們謝謝委員 但是都法局加油 加油 加油 都法局加油 市政府更要加油